现在是晚上的11点,我的摩托车坏在这里了,其实也就是一个灯不亮,但是我不敢往回开,如果遇到交警的话,摩托车坏了肯定会被罚款,所以在这儿修一下车。 这是在平阳新加坡一工业园附近,这个很不容易啊,很少见到越南的修理车的,可以修理到晚上,一般情况下都是5点钟或者5点半,就准备下班了,老板也非常努力啊,所以我的电瓶也可能出现故障了,所以他拿了很多检测的东西,我那个大灯就不亮了,等他维修一下看看吧。 其实我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呢,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比较特殊,要找一些开餐厅的一些老板,那这些老板呢,其实平时工作真的非常辛苦,非常非常忙,那一般晚上的时候呢,就是餐厅的老板会比较空一点,那我们才有机会跟他交流,有时候去一个餐厅去几次,都没有办法给老板去好好的谈一次,那所以我们一般都选择晚上,晚上有时候就非常晚。 我把我车坏的视频发到公司群,现在是11点半了,我们公司北部的同事,越南同事还没有休息,然后被我抓来,给我做了一个翻译,然后我这个车呢,是有几个地方是出问题的。 这是一个老爷车了,这个车,我骑了很多年,也跟着我从越南的北部骑到南部,今天是有两个地方坏了,它这个灯也坏了,然后我还需要再保养一下,放了一个开关吧。 费用呢,大概是30万元蓝顿,合到人民币90块钱不到一点,不过我觉得这么晚了,12点了,接近12点了,就是,还有人帮我修车,也是我比较幸运。